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數以百計的警察 就去到蘋果日報的報館 進行搜查的工作 來到今天 大批市民就決定 以搶購和爆買蘋果日報的方式 來宣示民意和宣洩民憤 沒有他 因為在過去大半年以來 特區政府這樣又說不准 那樣又說不准 遊行示威集會樣樣不准 投票都說要延遲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 見到這麼多警察去搜報館 只能通過這種形式 來表達民意 不單是買報紙 有不少股民 更是冒著非常大的不明朗因素 都要扣入壹傳媒的股票 壹傳媒今天的股價 更是一度升近6.6倍 最高位上到1.96% 兩個交易日 股價累計最多升超過20倍 市值更是一度超越了TVB 後來過了中午後 似乎股價就從高位獲利回套 如果股民真是支持蘋果日報 而又因為買了壹傳媒的股票 而有所斬獲的話 很應該拿出多少利潤 真金白銀去支持蘋果 例如訂閱他的月費計劃 又或者買報紙 不要只買一天 至少買一個星期 甚至乎一個月 每天都是10元 一個月都是3元 相比起買股票的價錢 根本上就是小毛見大毛 只有更多人支持他 他才可持續運作 另外有些人擔心 那麼多人去買壹傳媒 會不會令肥佬黎失去控股權 實際上不會 因為壹傳媒 現時的大股東就是黎智英 他持股超過71% 所以街貨量不算多 就算怎樣買都好 只要黎智英沒有出賣手上的股份 基本上就不會買得起壹傳媒 接著就想說說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原來他昨天在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 就提到 說不滿有人多次要求將他納入制裁名單當中 他強調行政會議在國安法裏沒有角色 行政會議成員只不過是顧問 又不是國安委的成員 沒有道理要放行會成員在制裁名單上 他又指出要求制裁他的人公佈私手 另外他又提到 說行政會議召集人的職責更加重要 不過他又強調 不是叫人制裁陳志思 但他又提到 有部分商界背景的行會成員相當低調 實際上葉劉是想表達出一個什麼意思 首先不要說什麼制裁不制裁 只是說回行政會議本身 實際上沒有說哪一個職責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們一般市民的理解就是 行政會議是行集體負責制的 無論他是行會召集人也好 或者是普通的非官手行會成員 或者是官手行會成員也好 他們所負責任的份額 不是全部人一起攤分嗎 如果有些人負責任的份額要大些 有些人小些 那這哪算是集體負責制 對不對 另外再說回這個才是所謂制裁 葉劉不知為什麼整天對於制裁都相當敏感 既然他學足林鄭月娥的說法 就是說 一來又不嚮往美國的生活 二來又在美國沒有擁有任何資產 對於他本人來說 即使是制裁的影響很小的時候 他又何須整天三番四次把制裁掛在嘴邊說呢 是不是 這些什麼制不制裁 你就當他無聊事 實際上是否真是無聊呢 那你就可以問一下這個自由黨的黨魁鍾國斌便知道 他昨天接受港台節目訪問的時候 他都很坦白 他亦都非常之面對的現實就是 美國所實施的那些所謂制裁 不單止是說不准入境或者是凍結資產 甚至乎是有可能影響到金融服務 那麼他就坦白了 他就說了事實的全貌出來 林鄭和葉劉這些就是廣不廣不廣 那麼我不知道你的原因是什麼 或者你的動機是什麼 可能就是想淡化美國制裁的影響力 又或者是不要掌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等等 這樣就不去猜測了 但是你有另一件事也是難以理解的 明明主持就是問他 怎麼看美國的所謂制裁 葉劉又無厘頭提到這個行會召集人陳志思 一會又提到有部分商界背景的行會成員 就是較為低調 你說這些做什麼呢 你拖人下水嗎 還是怎樣 人家的主持就是問你怎麼看 不是問你怎麼看陳志思 不然陳志思他自己都向外媒放了一封 就說他是被一家美資銀行 取消了銀行戶口 還叫他去拿回錢 人家也有表達過意見 那為什麼說他低調呢 是不是要像你那樣高調 你高調是因為你有選舉壓力 所以真的不明所以 好了 接著就想再說一下 這班特區政府的廢官容官 其中一個就是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 他在接受有線電視專訪的時候提到 說較早前實施全日禁堂食的措施 令市民被迫當街吃飯的情況是不理想的 他說如果日間禁堂食 基層市民原來沒有地方吃飯的 這個情境當然是很不舒服的 他就解釋 他們當時覺得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在家工作 但是原來禁堂食才發現到 很多人還要上班 於是政府就已經即時更改了政策 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些廢官容官 他們的私懷模式就是禮地萬丈 原來他們去閉門造居去制定一個政策或措施的時候 整班廢官容官 每個月薪都有六位數字 局長達到三十多萬 就是傾出一些這樣的措施出來 完全沒有考慮過市民的真實情況 只是懂得顧慮自己 你當然是在家工作什麼都可以 你工作不工作都可以 你做局長 誰知道你 而且你又有這麼多下人給你去洗 又有這麼多秘書給你去洗 但是一般市民 很慘的 你知道嗎 不吃人間煙火 請問你這個政策在哪裡談 是不是在行政會議那裡談 整班行會成員 每個人的工資都起碼是六位數字以上 於是談了這些垃圾措施出來 就苦了市民 這次就是一局即時撞板 過往有幾局又是用這樣的思維模式去想出來 結果要租養的就是基層市民 根本上你制定這個措施出來 全日金堂食 對你這班傢伙 每一個有份去制定這個措施的人 都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你們根本上有些人 甚至乎不需要自己去買飯 不需要自己去煮飯 是不是 林鄭還在禮賓府裡有廚師 政府公帑請的 你當然是不知道 是不是 這班傢伙自己制定完的措施 自己是不需要承受這個惡果的 就可以不停撞板 你說到政府已經即時更改 政策很厲害 這些事情是應份做的 大哥 三十多元一個月 做這些與民為敵的措施 另外 你去主事教育部門的官員 又說要搞國安教育 國民教育 國情教育 諸如此類 有多少官員的子女 真正正在香港的公立學校就讀 有多少人去讀國際學校 甚至乎是送了自己的子女去外國讀書 有多少人去大灣區讀 根本上你們就是製造完這些措施出來之後 自己是不需要承受這個惡果的 所以往往就是有此無恐 行政會議又說行這個集體負責制 結果每次都沒有人需要負責 然後各自有些行會成員出來 大陸打算叫脫窩 只是打算去射閘的就有很多 好了 接下來的高官問責制 又是沒有高官問責的 除了董建華時代有三個高官問責以後 還有哪一次有什麼高官問責制 扣人工都沒有 根本上你怎麼問責 問什麼責 向誰問責 含冷車謊 我最記得的一件事就是 在2003年7月8日的時候 時任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楊永強 他主動向董建華提出請辭 他當時怎麼說呢 他就說為了體現問責制的精神 於是乎請辭 當時老董就說 經過了反覆的考慮 接受楊局長的辭職 起碼說當時 就算你怎麼罵他也好 他也有些擔當 現在近十年八年 尤其是近一兩年 有什麼擔當 根本上就是越做越和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